萊豬黨總動員 那麼全面圍剿羅志強 最近民進黨 炮製了一個所謂的禁謠令 然後用這個禁謠令開始用 所謂的接龍戰的方式 然後發起所謂的愛謠令 於是民進黨大綠小綠 萊豬立委、萊豬民代 一個一個跳出來 開始圍剿羅志強 那我也要跟這些萊豬黨的 這些我們的當朝權貴們 還有包括這些萊豬民代 萊豬立委們 你們要來圍剿歡迎 反正圍剿羅志強 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所有的萊豬黨 跟萊豬立委、萊豬民代 當他們站出來 圍攻羅志強的時候 永遠回避兩個字 這就是關鍵字 就是萊豬 完全沒有想過 今天為什麼我們要發起 所謂的戈萊偉的這個行動 就是因為他們不顧人民的名義 然後硬是要逼人民來吃萊豬 這樣一個行為 難道不需要受到民意的檢驗 那麼用車輪戰的方式 扣我的帽子 報復性罷免 然後又是一堆攻擊的理由 都無助於來解釋今天為什麼 吳思瑶、陳柏惟、這些萊豬立委 他們要為人民吃萊豬 那我要特別講 還是民進黨就是相信一件事情 只要謊話說多、說久、說足、說滿 那麼就可以洗人民的腦 謊話說一千遍就會成真理 那我們沒有宣傳工具跟管道 媒體現在全部是被民進黨掌握 對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也只能用我們的發聲的方式 把真話說一千遍